没错 不止台湾的歌 台湾的电影要上国际舞台咯 洛杉矶的亚太影展热烈展开 台湾多部的长片以及短片除了受邀参展之外 更入围了多个奖项 洛杉矶地区共有19个戏院参加这一场盛事 大家周末假期有空不妨走进戏院 欣赏台湾电影 洛杉矶亚太影展从即日起到5月4号 在南加地区19家戏院举行 讲述非法移民悲歌以及第一层阶级劳动生活的台湾电影 《再见瓦城》 以及呈现女同志妈妈面对丈夫家暴 与自我内心纠葛的电影《日常对话》 将角逐国际剧情长片竞赛单元 曾入选加尔哥达国际短片 多伦多亚洲影展以及芝加哥国际儿童影展的同版少年 则是获选短片类金轴奖 除此之外 还有《拥抱》 《光点》以及《白色隧道》三部短片收邀参展 洛杉矶台湾书院表示 今年亚太影展特别规划聚焦台湾单元 邀请观众朋友在影展期间走进戏院 为台湾电影加油打气 更多的讯息欢迎至网站查询 中网电视编辑报导